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据村长说 今天会有很多年轻的猎人加入米拉德村 为了更好地了解新来的猎人 我们村子派出了最杰出的金牌勾载 啊不对 是金牌记者 下面我们跟随他的脚步 开始体验之旅 测试当天可以说是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红锡招展人山人海 猎人们新奇地参观 参观着米拉德村 我去你这个梅杰操的狗仔 等等 你们这么多人围着看满娘干什么 好吧 你们几个梅杰操的猎人 我已经记录下了 你们图拍的照片 记得发到我的邮箱里 现在看一下 我们的记者终于进入正题了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 手册里的大萌神和离兽 作为怪物猎人online中 首个登场的全新怪物 很显然 他的人气是一等一的高 你见过在游戏最初登场 就会吼叫的牙兽种吗 很明显 他和曾经的青白赤三兄弟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不过 由于登场次序比较靠前 和离兽还是遭到了 几乎所有猎人的疯狂屠杀 在测试时间 一共有14921只和离兽被讨伐 这个数字应该短时间内无数能超越 让我们为萌萌 默哀一分钟 然后再来看一下极限难度最恐怖的跳跳 黄素龙王 很多猎人在讨伐他之前 对他非常不斥 不就是只换了皮的跳跳王吗 有什么难度 但实际见到本尊后 却被特殊的关卡设计 打得满地找人 黄素龙王被砍硬直少 频繁召唤杂兵 啃食动作附带麻痹属性高 精增了跑圈杨沙的动作 这一系列的变化 直接导致他在本作的存在感 大大提升 在讨伐极限难度的黄素龙王活动当日 只有13位勇士成功讨伐了他 不过付出总有回报的 黄素龙王的麻痹属性武器 以及异常攻击强化为主的套装 深受猎人们的欢迎 说完黄素龙王 接下来再说说毒怪鸟 这是一只在本次得到了相当程度强化的疯鸟 如果在试炼和挑战难度 没有落血陷阱的辅助 不知道有多少猎人 会被他的疯狂攻击猫车 毒怪鸟的难度 主要体现在新增的动作和AI的变化 连闪光攻击都有假动作 你是要把猎人活活玩死啊 再加上昆贝尔师弟的毒爪 非常特殊 一旦被毒怪鸟打落到毒爪中 接下来基本就只能躺在猫车上思考人生了 不过如果善用手里的特殊果实道具 可以在毒怪鸟跑进毒爪的时候 引燃毒爪 使毒怪鸟受到连续的火焰灼烧效果 在本次测试中 一共有1180只毒怪鸟遭到了猎人的讨发 用它的素材制成的套装附在技能集中 是使用太刀和大剑的玩家都十分喜欢的 说完毒怪鸟 我们再来聊聊屁王陶毛兽王 不知道是因为湿地场景太压抑 还是因为陶毛兽王营养太好 总之我个人感觉他的毛色比以前要好上不少 而且在沉船遗骸上和他战斗 还很容易被震落到船舱底部 其实是不是很多人都是和我一样的感受 你骂陶毛兽王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小陶毛兽群体攻击啊 比较诡异的是 陶毛兽王会很雷锋的把船舱开个洞 然后再走掉 这简直是好人啊 要不猎人一辈子也出不去 最后很多猎人反映 陶毛兽王睡觉的地方太不科学了 你们谁见过陆生的怪物在水里面睡觉的 实际上我要说的是 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解读为水疗死吧 在水里睡觉的陶毛兽王 体力恢复速度会更快 由于陶毛兽王是相同单位里最好欺负的怪物 所以他在本次测试期间被讨伐了2615只 用他的素材做出的武器也很受妹子们的欢迎 至于男猎人 你们扛了这种毛茸茸的粉红色武器 不会觉得太娘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沙里兽 作为首个亚种怪物 被猎人们称呼为皮卡丘的沙里兽 实际上比河里兽难打很多 他的地面爪击连续迹 在愤怒时会变成三段式 范围很大 伤害很高 极限难度下打中基本残血 喜欢专题的特性会为周围带来移动速度减慢 以及把猎人变成一个泥球 哥们玩泥巴的本事并不亚于吐沙了 在高难度下缺少了陷阱的束缚 沙里兽几乎可算是所有瘫刀猎人的噩梦 不过就算是如此 绝大多数属性为M的猎人们 都对他点了好评 本次测试 沙里兽一共被讨伐21004头 最后来说一下 已经成为本次测试传说的龙妈 也就是陆之女王慈火龙 7月4日降临了这只飞龙种 一改系列前作中素材龙的肉脚形象 无论是AI还是剧名 又或是新增的招式 让诸多老猎人晚节不保 最后一天测试中纷纷贡献出自己的无数次猫车 这只雌火龙相较于系列作品来说 变更点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在动作上追加了扇面火 引燃地面效果拔群 如果不下雨的话 这些火会燃烧很久 其次他在判断猎人远近动作上 有了更加坑爹的变化 喷火完毕后 有很高概率会接无征兆的倒刺攻击 而在超路状态出现后 雌火龙还会出现连续短距离龙车 如果走位不佳 可能会被连续追击五到六次 而甩尾方向的变化也是极大的难点 这让很多习惯钻肚子的近战猎人吃尽了苦头 由于种种特性的变化 让雌火龙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猎人杀手 7月4号 总计有8530次猫车是贡献给了女王大人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官服前最后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大家都已经了解到的阿卡林元气弹事件 简单的来说 就是一名叫阿卡林的猎人 在官服最后接受了来自村子内诸多猎人的帮助 在众人的见证下 最后单挑成功了挑战难度的龙妈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阿卡林仍在国外 连接到手册服务器 大约延迟在300平左右 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因延迟导致的误判 但他最后还是完成了狩猎 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都不放弃希望的 这才是猎人精神 也就是守活的真谛 这件事情从长远来看 也只不过是游戏发展史上的极小插曲 但对于怪物猎人安赖来说 却是莫大的财富 而本次测试也在这一事件中圆满结束 由于教官我已经在前几个月里透露了很多信息 这次如果你们要问二次测试什么时候开始之类的问题 我一定不会透露半个字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各位 我们很快就会在米拉德村中再次相遇 又或者是在别的都市 当狩猎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时 每一次狩猎的旅途都会是值得等待和细细品味的 让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会更好